香楼摆在这个位置 这个是摆在家里的每个方位还是说 就摆在你家里的东面 因为你财富工在东方嘛 哦 东面然后把这些东西摆上 然后下面铺上黄纸 铺上黄纸 下面铺上黄纸这样摆上 然后在这东方 然后香楼摆在这 然后呢这个碗上 也就是说这些东西 都是摆在 东方 东方 五个这些毛什么东西 对 跟毛差不来 五个五鬼镇是摆在东方 五鬼镇是摆的 就是每个头发啊 那是垫底的 装在杯子里 然后上面加东西的 别总想看你的头发 它这个五个容器摆在方位 然后容器里装什么 有的装在你头发 有的装在你指甲 然后上面加木 用这个盖住 然后这个垫底 然后装那个容器 五个容器的位置 然后垫底 容器里装什么 有的装头发 有的装什么东西 就是五个容器装的不一样 对 装头发 你盖上或找个东西挡上都行 好吧 懂了吗 那这些还要收吗 这个五鬼摆的位置就不用动了 香炉都不用动了 你供品可以收 其他的你收他干啥 好吧 就是不是说这些东西是找家里的每个方位 不 不是 就东方 对 不是东方 必须的 就东方 那个 有个大东方 那个 东方 它也有东南西北里面 小的 小的东南西北 懂吧 你在东方的时候 在家 比如说你家 正好这个位置是你家东方 在这 它也东方里边 这边是东 这边是南 这边是西 这边是北 它也有这么东西来 假如说是一双东方在你那边 对 就是在办公室把这些东西拿过去 它那个里面也有东南西北 对 对 它也有那个东西来了 好吧 就这样 我以为是分开每个地方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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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烧完箱之后把这东西盖上 再盖上 要不拿东西打上 懂吗 因为他们怕太多 怕人 怕人看到 怕鬼 它喜欢阴暗的地方 怕人看到 怕见太多光 懂吗 那我弄完之后 我把这个椅子把它遮住呢 对啊 遮住也行啊 用那个带子把它盖起来 对对对都可以 就是闭关 对对对对 就可以了 好吧 这个跟那个 跟哪个 三元九云那个布局有点难区别 三元九云有啥局 三元九云也不是布局 三元九云是算的时间的 就是它每一年都不一样 对啊那每一年每一年不一样每一年发生的事情这是风水阵 三元九云是算的这个每一个每一个国运呢什么东西算运程那个算的算的东西这是阵法两个事来的啊 清楚吗 清楚吗 清楚就是我们那时候写的就是 三元九云布局 就是这边哪里 对它那个是那个国运来的 它那是这个国运 对的不一样啊对它那个国运的分工这个不是不冲突这个是风水法阵等那个是算的那个流年了什么的算那个算命对那个算命了这个是布局好吧这是法阵那个那个也可以做对那个没关系来的那个算的是命这个是法阵好吧不一样的啊 没穿过 好 好 好